叙利亚阿勒波遭空袭 无国界医生与儿童多人遇难 美国国务院关切中国NGO法 将阻碍美中接触与交往 朝鲜以间谍罪 判处一名美国公民 十年老教 欢迎您收看4月29号星期五的VOA卫视新闻 我是郑玉文 朝鲜星期四在一天内两次发射导弹 连续的挑衅是否显示国际制裁已经失效呢 我们要看看各界有什么样的反应 另外BBC将中文部迁往香港 这是国际广播业的新高峰还是新低谷呢 媒体观察将为您深入分析 也请您锁定今晚的VOA卫视新闻 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带您聚焦朝鲜半岛 在平壤多次试射弹道导弹之后 联合国安理会在星期四警告说 将就这一个无视联合国决议的行为来做出回应 在朝鲜两次试射中程弹道导弹失败以后 联合国安理会举行了紧急闭门磋商会议 安理会轮值主席国中国表示 安理会正在考虑对朝鲜的行为做出回应 东京方面批评朝鲜违反联合国决议的行为 认为这直接威胁到日本的国家安全 日本驻联合国大使表示 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谴责 对朝鲜近期的发射行动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强调 北京承诺执行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决议 不顾国际社会的谴责与制裁 朝鲜当局在星期四一天内两次的发射导弹 联合国也临时的更改日程 就朝鲜问题来举行紧急会议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星期四还说 绝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 不过相关的举措能够阻挡朝鲜吗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中国研编大学朝鲜韩国研究中心 国际政治研究所的所长金强一教授 来为您解读 金教授您好 您好 是金教授 虽然我们看到星期四朝鲜的导弹发射 并没有成功 不过就像最近美国官员说的 朝鲜的导弹发射能力 已经不是一个玩笑 而是严肃的事实 您的看法 现在从各项的核弹头 还是导弹的这种性能的分析来讲 朝鲜的核能力 应该说有一个非常大的进步 这是事实 那是不是值得各国来进行担忧 或者进行一些干预措施呢 事实上我们正在干预 这个制裁就是一个对他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干预吧 是 但是国际间也看到了金教授 连续的制裁 似乎也没有办法阻挡朝鲜的挑衅 我们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星期四就说 绝不允许朝鲜半岛生战生乱 很多人说这是一场非常强硬的讲话 但是也有人说 中国到底还能采取什么样的有效措施 来制止朝鲜的不断挑衅呢 这个现在的情况是应该是 执行这个2270号联合国的决议案 这是最基本的 将来这个如果朝鲜继续有这种行动的话 有可能联合国方面也会提升他的制裁力度 中国方面也会做出一个相应的回应吧 是 金教授 刚刚我们在新闻里面也提到了 作为这个轮值主席国 中国方面也表示联合国安理会会再做出更多的回应 如果像您说的做出更多的制裁 中国方面会持续来配合并且落实吗 这是这个我们习主席也是 这个像国际社会承诺的事情 所以我们相信这个中国也会采取 比较强的这种制裁力度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这个执行的还是不错的 是 那您觉得这一连串的事态发展 到底对于中朝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 目前的中朝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中朝关系紧张现在是这次四思 但是这个中朝关系的很重要的方面 是朝鲜方面的核计划 如果这个核问题顺利解决的话 中朝关系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但现在的情况来看是 中朝关系应该说进入一个调整期吧 不过很多人认为 这个朝鲜方面的局势看来不容乐观 怎么说呢 我们知道朝鲜宣布了 他们将要在5月6号来召开 第七次的全国党代表大会 那么很多外界就预期在这期间呢 朝鲜还有可能会再次来进行核试验 那么金教授您同意这样的预测吗 您的看法 我的想法是这样 如果朝鲜方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考虑的话 5月6号的党代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 所以这个朝鲜方面 给予进来非常多的 给予这个四眼导弹和的这个装置 跟这个它的这个七次党代会是相关联的 我是预计啊 那种核武装的已经这个实战化已经完成了 如果那样的话 他们会在党代会上说这个 我们已经是这个世界瞩目的军事强国了 然后会不会转向经济 这是我们现在说这个需要观察的事情 是 所以5月6号的会议将会是我们一个关注的焦点 我们非常感谢中国研编大学的金强一金教授 感谢您抽空接受美国精英的访问 那么继续我们看到了 在今天平壤方面也宣布 以颠覆罪名判处了一名 含义美国公民十年的劳动教养 星期五一家朝鲜法院对规划为美国公民的金东哲 做出了宣判 金东哲上个月承认试图盗窃朝鲜军事机密 今年3月份他在平壤媒体前请求宽恕 那么在金东哲认罪的一个星期前 朝鲜判处了美国大学生瓦姆比尔15年劳教 他的罪名是偷窃了一幅政治标语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刚刚结束了亚太之行 这个星期他连续两天出席美国国会的听证会 有议员表示朝鲜近来的举措挑衅意味浓厚 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头号威胁 我们来看看记者李亦华和常晓 从华盛顿国会山发来的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布林肯4月28号 在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作证 就当前亚太局势状况 以及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政策进行说明 多位议员对于朝鲜最近的行为表示担心 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罗伊斯说 朝鲜已经成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直接威胁 这个流氓政权是美国的直接威胁 上个星期朝鲜进行了一次核艇单道导弹试射 有报道说接下来很有可能又是一次核试验 罗伊斯议员说至今仍然有资金能流入朝鲜 他担心联合国上个月通过的制裁是否真的能发挥效果 达到遏制朝鲜的目标 布林肯表示现在已经有了能向朝鲜施加强大压力的工具 接下来需要的就是各方遵守联合国的制裁决议 现在最关键的就是要执行联合国安理会制裁朝鲜的决议 首先我们要看中国和其他国家是否能执行决议 中国在通过这份安理会决议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我们现在期待中国执行决议 现在说中国是否会照做还言之过早 但我们的确有看到一些正面的进展 包括他们制定相关法规并发表了有关声明 我们会一直持续关注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主席 来自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邵建龙表示 中国在制约朝鲜方面举足轻重 他说如果中国不停止对朝鲜的经济援助的话 他认为朝鲜的态度或行动不会有任何改变 布林肯在听证会上还表示 为了因应朝鲜的威胁 除了履行安理会的制裁 确保朝鲜无法得到任何外力援助之外 美国还必须和日本韩国两个主要亚洲盟友紧密合作 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 长晓 国会山报导 美国正在加强与亚洲盟国合作 以抗衡中国在南中国海的行为 美国认为中国的做法对那里的海上航行自由构成了挑战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作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星期四举行听证会 就菲律宾对中国提出的仲裁案问题 质询副国务卿布林肯 美国对那里的主权声索不吃立场 我们也对那里没有声索 但在声索国如何处理有关声索的问题上 我们有重要的利益 在维持航行自由 确保争议通过和平的方式解决 有关国家遵守国际法的问题上 我们有重要的利益 中国一直在采取某些行动挑战这些利益 中国的行动包括大规模填海造岛 并将这些人造岛屿军事化 另外中国还提出种种不符合国际法的要求 布林肯对众议院外交委员会说 中国正在使美国履行对盟友的承诺变得更为困难 在此之前 国会参议院一批两党议员提出一项 所谓的亚太海向安全法 他们表示 这一立法将强化美国对东南亚伙伴的安全援助 增加美国海军在南中海的巡逻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 华盛顿报道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星期四宣布通过了 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之后 美国政府做出了回应 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在4月28号发表了书面声明 声明中说 美国深切担忧中国新通过的境外非政府组织 境内活动管理法 将进一步的挤压中国公民社会的空间 限制美中两国个人和组织之间的接触 而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同一天发表了书面声明 表达了同样关切 克里表示 这部法律为外国非盈利 非政府组织及其中国的合作伙伴 创造了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不利环境 这势必将阻碍有关活动和创新 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科比进一步解释 这部法律不会彻底撕裂美中关系 我们下面来听听科比是怎么说的 这个问题会让美中关系分崩离析吗 我认为不会 美中关系是美国对外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之一 我们与中国不是在每件事情上都有共识 当我们不同意时 我们会说不 而且我们也说过不 但这不意味着你让一件事破坏全局 这是一个我们希望继续加以努力和改善的关系 我们与中国在很多其他领域都进行合作 那些领域也很重要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到的是一连串与中国人权相关的消息 广东维权人士郭飞雄 他在狱中健康急剧恶化 却得不到适当医疗的消息 在中国和海外持续引发关注和声援 郭飞雄的妻子张青 在星期四致函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请求协助挽救郭飞雄的生命 张青在信里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直接跟中国政府来交涉 让郭飞雄得到及时的诊断治疗 同时成立一个独立调查团 来调查监狱是否达到了关押条件 同时还要追究监狱的相关人员 独职或者虐待的罪责 那么与此同时呢 德国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 以及民主中国阵线德国分部 昨天也向广东阳春监狱发信和打电话 要求保障郭飞雄的基本人权 关注他的健康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 中国著名的维权律师高志胜 也为好友郭飞雄发声 他在这个星期呢 转发了声援郭飞雄的联署文章 但是文章无法发出 而他的手机则遭到了当局强制停机 那么据报道高志胜在出狱之后 电话两次被停机 都是因为声援郭飞雄 关注郭飞雄 也请您锁定美国之音 您也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相关报道 并且留下您的评论 我们的网址是voachinese.com 继续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 因为组织公祭活动 祭奠赵紫阳 胡耀邦和六四死难者 而遭到当局关押的余世文 他失去自由已经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他的妻子陈卫向最高人民法院院长 发出了公开信 要求查明案件一再延期的原因 并且质问法治与正义何在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在河南的陈卫女士 来为您说明有关情况 陈女士您好 您好 是 我们知道余世文被关押 已经近两年了 从去年二月他被起诉以后 中国当局对他采取的就是不审 不判 不问 也不放人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不是导致您写这封公开信的主要原因呢 对 是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 您在公开信里面提出什么样的要求 您希望这个公开信 可以达到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在这个公开信里面主要提的要求就是 最高人民法院他到底是以什么样的特殊理由 批准一个基层法院的这个延期申请的 是 那么到目前为止 针对于世文的案件 包括律师 包括家属 是不是没有任何的消息 没有 律师和家属多次向法院要求 就是他们要说明就是你延期的理由是什么 然后就是最高院的批准延期的这个文件 但是法院都予以拒绝 不给家属和律师提供这个东西 那就您 您说 我就想通过这样一个公开信呢 就是促使余子文这个案子能够尽快处理 不能再这么一二再再二三的延期 这样无限期的这么拖延下去 是 那就您与律师这个讨论的结果 类似像这样的无限期的延期的做法常见嘛 那么律师对于这样的案件 如果这样的推迟发展 他的看法又是如何呢 按照中国的现行的这个刑事诉讼法的规定 如果说是正常情况 就是法院一般在结束案子以后两个月 最多有特殊情况可以延长一个月 就三个月就应该审结 但是刑事诉讼法当中的202条 其中有一部分就是说 如果有特殊情况需要延期的 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可以再延 但是这个刑事诉法呢 就是在最高人民法院特殊情况 到底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 他没有写 没有写明 而且可以延长几次 也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写明 所以就这一条现在被法院滥用 是 那么陈女士我们知道 其实针对公济事件 当时被捕的也包括您在内 不过随后您获得释放 而是于世文一直被关押 能不能跟我们谈谈当局 为何对他采取这样的做法 您觉得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呢 背后的原因就是因为于世文 这个案子太干净 没有任何违法的证据 摆不到台面上去 所以现在就是抓我们的时候 可能领导是发话了 但是现在在怎么处理的问题上 没有一个领导站出来发话 所以说下面的基层的办案的法官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做 他就坐在那里等 那么现在这个 所以让我很气愤的就是 既然基层法院你不知道怎么做 但是你最高法院 你为什么就要批准他延期 是 陈女士我们看 就这一点 对 我们看到您在这封公开信的最后 您是这样写的 您说中国未来大有希望 那么法治也大有希望 我本人也是怀着对中国法治的梦想 写下这封信 我坚信正义不容迟到 法治不可亵渡 那么我们知道您和于世文在民运圈里面 很多人把您视为是温和派的 你们主要争取是希望能与中国当局进行良性的互动 那么在现在看到于世文受到这样的待遇以后 您仍然认为温和的做法可以改变中国当权者吗 因为只能在这样一个就是可现的有限的空间里面 还是应该去争取吧 要没有就只要有一线希望还是要去争取 是 我是这样认为的 是 最后我们大约30秒时间 大家也很关切于世文的状况 跟我们谈谈您上一次是什么时候见到他 他的健康状况如何您了解吗 我见不到他 历次可以见到他 历次基本上每个月都会去见他两次左右 上一次见他大概是4月25号吧 月25号见了他一次 那他的身体情况怎么样 他现在因为同一家族给他送药 所以说暂时病情还比较稳定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您 陈卫女士 感谢您抽空 来到美国基因的节目当中 谢谢您 那么有关于于世文的相关消息呢 您也可以登陆美国基因的中文网 来查询我们的报道 网址是VOACHINESE.COM 稍后回来 印度政府又取消了一名 中国人权人士的签证 心得理真的屈服于北京的压力了吗 稍后我们将为您详尽报道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 广播 网络 全方位报道 在添加纪时 掌中新闻 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 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 离线在线 随时随地观看阅读 快讯提醒功能 抢签读取最新消息 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 与我们分享 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 赶快来下载免费的VOA新闻应用程序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卫视新闻 六四参与者 中国人权活动人士吕金花 他这个星期在纽约机场准备搭机 前往达兰萨拉出席会议时 却被告知他的印度签证遭到了拒签 这也是一个星期以来 印度政府第二次取消了出席这场会议 相关人士的签证 就在这个星期稍早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秘书长多里坤艾莎 他的印度签证也被取消 我们下面要为您通过电话连线 请吕金花女士来为您说明有关的情况 吕女士您好 你好 我是吕金花 是 我们现在想先请教您的吕女士 我们知道您是持美国的护照 要到印度去 而且事前就已经在网上 办理好了电子签证 为什么还会出问题 在机场印度航空的人员 是怎么告诉您的 OK 我先申请所有的文件 和我的这个passport 还有我的费用 还有我的个人照片 就在网上都登记好了 但是呢 我把这张纸就印出来了 印出来了以后 就拿着这个 大概两天以后 就拿着这个机票 就等是25号 就登机 登机的时候呢 这个就是这个工作人员就告诉我 说你这个人 就visa是拒签的 我当时特别吃惊 我说不可能 我拿的是美国护照 而且我一个 就是今年一月份 我还到过其他国家 我也没有犯过什么 对 我怎么会拒绝我呢 我觉得特别吃惊 我说不行不行 我要找你们supervisor 你们的负责人要讲话 后来就来了一个你的 就像是品工作人员 那个Leader感觉 那我就跟他谈 我说为什么给我拒签 我说我不可能 我的表格都倒清楚 我把我这个表格都弄过来 他说那你等一下 他就打电话 打电话的时候当成是英语 我可以能听得见 但他一会儿就跑到别的地方 一直哗哗哗哗说 一个说的是印度化 而且说完话以后 其他的几个工作人员 都在盯着我的脸 我的感觉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我说你又没卖毒品 怎么会让我拒签我 我还是在等 结果那工作人员 见到我的面 但是到时候还挺客气 就把护照还给我说 sorry对不起 就是reget了 然后呢 后来我说不对吧 因为我三点钟要起飞了 你先解着我的一点钟 结果回不去 他说你现在这样 你赶快去到 这个领事馆 住迈哈顿的领事馆去 给我写了个地址 64街3号 让我去 因为我就自认为 还能拿走 我一去两个小时 在签证 你还能赶得了飞机吧 他说那你 人家四点钟关门 你现在赶快去 可以明天再来 所以李女士 他们完全没有跟你说明 你的签证拒签 或者是签证有问题 到底原因何在是吗 没有提到这任何的理由 就是一个reget的 然后但他们 我现在感觉到 他们和我走的目的 就是在拖延时间 让我根本就不可能 在起这行翻机 那我就只好回来了 结果到了领事馆 也给我 没人招待 没人招待 我就给这个印度那边 就是达兰萨拉那边 朋友打电话 他就告诉我 哎呀不是拒签你 一个人就七个人拒签了 维吾尔族的 还有一个香港的 那我说这是一个事件 这就是想而易见的 就在公共政务 在开始做手脚 我就没有其他怀疑 您刚刚提到 包括您在内 有七个人都给拒签了 那么我们也知道 刚刚我们在介绍当中提到 您和示威会的秘书长 多里坤 艾莎先生 都是要到达兰萨拉 出席一场会议 能不能简单 跟我们观众朋友说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会议 那么您觉得 是不是就是这个会议 导致你们遭到拒签 这个会议之前的时候 没有讲的特别具体 我确实受到邀请 说你去有机会 去参加这么一个会议 这是一个就是这个 多种民族的青年领袖会议 如果愿意参加我可以 我说那好 我就先订个飞机票 然后办个签证 然后如果有机会 达兰萨拉的时候 能够见到达兰喇嘛 最好 多里坤一去的话 可能有机会还能见到 我是这样 但是在填表格的时候 这旅馆还有招待的地方 和接待的电话 全都是西藏人 在流亡地区的人接待 所以这个印度政府呢 他是用这种猜疑怀疑 就是说你就是目的开会 但是你的签证 还是旅游签证 这显然意见呢 他的政府发言了 说我前往不一致 这就胡扯啊 我怎么叫一致 我有机会见达兰喇嘛 这是世界仰望的领袖 我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是吧 所以他这个 他对外宣传 还有一点我要一件提到这一点 他就说 现在受到中国政府的压力 说我这是对外 就是反华行为 什么叫反华行为 而且还特意说 我因为曾经参加 1989年的 这天安门示威活动 这天安门的这六四屠杀 这个手无寸铁的市民 这个全世界都在谴责中共 你现在怎么到了26年以后 你们现在就忘记 这一段痛苦的历史了 然后就现在和中国 就联手做贸易 刚才我在网上查了 他们这个就是这个 叫什么呀 这个中国人 中国和印度的贸易 真是最大的一个贸易国 而且已经取代了阿联酋 现在就不贸易开始 再开始插手 怎么了 中国政府有钱 就可以耍流氓吗 刘女士 对我们要继续请教您 对就像您刚刚说的 这个包括 其实在印度内部 都有一些不同的声音 认为印度政府取消这些签证 显示了这个 印度政府对北京磕头 那么也有很多人说 北京在海外的影响力 确实不断的在增长 您是不是简单的30秒时间 跟我们谈谈 您对于这样的一个趋势 您有什么样的一个担忧呢 主要是我实在是这样 就是中国贸易是在 一直在增长 在给其他国家 各个伸出各个手 一定要控制我们海外的 这种所谓的呼吁 这种所有做有民主运动 对生育自由运动 这些东西 全部都可以打压 但是问题还在 有一个西藏问题 是昨天 正好是27号的时候 这个就是格桑 这个新的总理上任 所以这间的时候 支持达赖喇嘛 中间路线 然后现在中国政府 就特别心虚 以为会 因为新的政府 出来了以后 会对中国政府 又开始实行 什么样的这个限制 不对 你们要知道 一个世界的潮流 这个世界的价值 我们要跟着走 你中国政府 你就是有钱 你有贸易 你能怎么样啊 现在你们在 打压中国政府 打压那些艺人士 手一直就不带手软的 他们一直狠压 所以这一点 是必须要重视他们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 吕军花女士 今天抽空 接受我们美国 之音的访问 非常感谢您 稍后回来 我们要继续为您 报导的是 英国广播公司 BBC 将中文部 迁往香港的决定 这是要创造 国际广播的新高峰 还是走入了 新的低谷呢 稍后媒体观察 我们将为您 深入分析 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收看美国之音 中文部队的高频头 即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的激化方式 是水平激化 有的观众朋友 向我们反映 尺寸较小的天线 接收信号较弱 而使用直径 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 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锅段信号的 接收效果比较好 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 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 确认后请选择 节目参数设置 本证频率请选择 11300兆贺 下行频率请选择 12439兆贺 符号率是每秒2.5兆幅 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 可能需要选择 2500或02500 计划方式请选择水平 信号强度 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 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 按键确认后 您就可以收看 美国之音 VOA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卫视新闻 国际大媒体 英国广播公司 BBC准备将他们 一再缩减的中文部 迁往到中国的执法力 可以挥舞的地方 那就是香港 国际媒体特别是以 广播而闻名于世的 百年老店BBC 这一次的跨国拆迁举动 到底是意图要再造辉煌 还是显示它的 日渐凋零呢 我们今天媒体观察 就要带您来看看 这个国际知名媒体 他们的最新发展 我们先来欢迎主持人海涛 海涛你好 你好 宇文 我们就先来跟观众朋友 介绍一下 虽然过去几天 我们都报道了 BBC的一连串动作 简单的说明 到底这一次的 所谓拆迁动作 内容是什么 他们本来已经人很少了 就26个人 那么打算 就死掉十几个人 把剩下的十几个人 搬到香港去 就是这个 关于中文的这块运作 那以后不在伦敦了 就在香港 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要把英国 BBC总部的这个 中文部这一块 全部挪到香港去 就是看起来 就是这么简单 是 很多人说 就像你刚刚说的 这个中文部是已经 一再压缩了 BBC中文部 现在还要整个 把它迁到香港去 是 当然根据 BBC管理层的说法是说 这希望能够 与他们的 香港可以取得 更多的第一手报道 但是也有人说 这显示国际广播业 日渐的走向凋零了 你的观察 的确是这十几年来 特别是近几年来 大的国际广播公司 像加拿大的 是澳广 是法国 德国 包括英国 包括美国 都在有这个 缩减的趋势 为什么呢 因为社交媒体起来了 像BBC呢 它中文部 它就没有办电视这块 它也把广播这块 给裁剪了 大家甚至这几年来 只做web 只做互联网 就像20多个人 做互联网 还要再裁剪 就是互联网 要搬到香港去做 这个就是听起来 是不太符合实际情况 你说你英国和中国 有时差 差六七个小时 那你可以让自己的 工作人员早点上班 如果在网上 你要裁剪的话 在香港运作 和在伦敦运作 是没有大的区别的 唯一的大值 是考虑到经费 如果你花上300万欧元 把这十几个人 挪到香港 为了节省30万欧元 30万英镑 那听起来好像也不太 大约就280多万人民币 很多人甚至说 这可能一个 BBC的管理层的薪水 就差不多可以抵消 这样的一个开支 所以确实也很多人质疑 说到底BBC这个动作 真的是从经济效益来考量 但是也有很多人说 就像你说的 国际广播事业 确实是现在出现 有这种不景气的状况 也有很多人说 这些国际大公司 必须要以经济向前看 所以中国毕竟就是一个 吸铁石 把他们都吸过去了 你觉得这样的一个趋势 有可能 你看他BBC那个管理人员 他说 这是管理层的一个 关于外语部门的 这个经理说 他说到了香港 更接地气 互联网没有什么 接地气 不接地气 你看这个李文先生 就是他们管中文部 这个李文先生 他们就完全是 做网上的东西 在香港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你的风险增大 就是像李波那样 就拿了英国护照 还是被中国绑架 回中国大陆 唯一的可能性 就是你风险增大 其他没有任何好 你说你接地气也好 他们说要接地气 接地气 其实在英国 接地气能更好的接地气 为什么呢 这些员工 他没有后顾之忧 所以他这个理由 他这个管理层 解释这几个理由 还有一点 他说 我们应该像那个 纽约时报 像CNN 像什么华尔街日报 像英国卫报 这样大报 把大量记者 派出到中国 派出到香港 但是他忘记了 这些媒体 全是用 他的读者和对象 是英文 而BBC中文网 和美国之音中文网 或者是法广 或者德国之声 他们的中文网 的对象 是懂中文的 讲中文的 中国读者 和这个听众观众 是 那么另外还有个现象 海涛就是我们也注意到了 随着BBC往东移 那么这个很多人也说 这个我们看到 中国相较来讲 他们的这个媒体 我们看到 像央视 像这个 他们所有的这些官媒 是纷纷地往西方国家来移动 所以好像变成一种交互的现象 反而是国际媒体 现在是一江春水 向东流了 但是中国却在不断地往外扩张 这样的一个趋势 它可能会带来一个 什么样的影响 甚至很多人说 这个中国一直就在强调 外宣工作就是要在 希望在媒体的报道里 有一个更正确 更公平的观点 来看到一个更好的中国 这有没有可能 间接地会影响到 未来整个国际广播的报道呢 实际上已经影响了 因为中国这几年 它这个撅起 经济这个发展非常快 它钱是越来越多 这个势力越来越大 很多的外国大公司呢 就向中国看齐 向中国的经济看齐 向中国的钱看齐 而BBC呢 你说它非要向中国的钱看齐 也不太这个现实 也不太这个符合事实 那么它向中国 它唯一的理由就是说 我离的中国境 第一在新闻价值取舍上 我们好 第二就是接地气 第三就是省经费 等等等等 它说了这一大堆理由 都被李文和那个 昨天那个张浩宇 两位先生的谈话给否定了 是确实 不过也是一个值得 我们关注的一个动向 动向 没错 非常感谢海涛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为我们所做的说明 那么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媒体观察的 文字内容还有视频呢 也将刊载在美国基因的中文网上 我们欢迎您登陆查询 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也请您休息一下 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不认为 如果他没有办法 那是我的工作 我们要在另外一方面 还要在做一个平衡 做一个反弹 做一个结果 而克里比较 欢迎您继续回到VOA 卫视新闻 即将卸任的台湾总统 马英九 星期五到金门岛 为一座和平碑 来举行揭幕仪式 树立和平碑 是为了要凸显 台湾与中国大陆 关系的改善 金门在先前 是台湾与中国大陆 对阵的重要前线 而现在成为了 中国游客的 主要观光景点 马英九说 在过去八年里 他的政府 减少了两岸间的紧张 巩固了台湾海峡 长久和平的进程 俄罗斯常驻联合国 日内瓦办事处 以及其他国际组织的代表 波罗达夫金 在星期五说 叙利亚军队计划 在俄罗斯空军的帮助下 向该国东北部 两个伊斯兰国的重镇 来发动进攻 波罗达夫金说 叙利亚军队过去成功的 打击了伊斯兰国 和努斯拉阵线 等恐怖组织 并且希望将这些努力 持续下去 进攻的目标之一 是戴尔祖尔 这里靠近多个油田 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 这些油田 已经被伊斯兰国 控制了好几个月 在美国与俄罗斯的 维和努力下 叙利亚政府与反对派部队 达成的停火协议 在2月27号生效 英国外交大臣哈蒙德 星期四会晤了古巴官员 讨论英国两国间的 贸易和旅游事宜 这也是自从1959年以来 英国外交大臣 首次访问古巴 哈蒙德星期四 抵达古巴后表示 英国愿意与古巴增进关系 并签署能源教育和金融服务 等领域的合作协议 美国总统奥巴马 在3月份访问古巴 这也是80多年来 美国总统对古巴的第一次访问 美国五角大楼 处分了包括两名将军 在内的16名军官 以惩罚他们去年 在误诈阿富汗一家医院事件中 所起的作用 16名军官都没有受到刑事起诉 不过在很多情况下 生斥或停职可能导致退役 美国中央指挥部 在星期五将宣布有关决定 美国空军武装直升机 在去年空袭了 医生无国界组织所运营的医院 造成42人死亡 美国军方报告说 美国军队把那家医院 误认作塔利班的指挥部 官员表示 这起事件是人为造成的 中国与俄罗斯在星期五 批评了美国在朝鲜半岛 部署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 在不到24小时前 平壤举行了两次的导弹测试 这种导弹被认为 可以打击到美国领土 我们来看看BOA卫视的报道 朝鲜进行的一系列导弹试射 和核武器测试 已经迫使首尔与华盛顿 就部署美国高级的 萨德防御系统进行商谈 这种防御系统 可以拦截敌军导弹 北京担心在其家门口 出现更多的美国武器装备 会进一步使太平洋地区的 全力平衡向华盛顿倾斜 中国外长王毅 在与来访的俄罗斯外长 拉夫罗夫会面时表示 美国在朝鲜半岛部署萨德 将会直接影响 中俄两国的战略安全 我们双方都对美国 可能在韩国部署 萨德导弹系统 与严重的关切 因为这个举动 它超出了有关国家的 实际的防御需要 如果部署的话 将会直接影响 中俄各自的战略安全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也认为 部署萨德防御系统 无法解决当前问题 有关国家不应该利用 平壤的举动 作为增加他们在朝鲜半岛 军事存在的借口 我们相信部署萨德反导系统 不能解决朝鲜的问题 我们希望六方会谈 能尽早重启 我们在通过协商解决核问题上 有丰富的经验 朝鲜本周的火箭测试失败 但平壤已经在两周内 三次尝试发射无水端导弹 这种导弹的攻击范围 可以覆盖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 王毅表示 当前半岛局势确实处于相当危险的时期 他认为恰当地执行联合国 禁止朝鲜发展与导弹相关的技术的决议 是把朝鲜带到谈判桌前的关键 韩国军方官员表示 朝鲜正迫切希望在下周召开 劳动党全国代表大会前 成功完成发射计划 这样在党代会上 就可以将推动朝鲜核项目发展的新高度 这一成就归功于金正恩 在最近几个月 朝鲜声称在发展能打击 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领域 取得了重要的技术突破 平壤吹嘘的这些突破 包括将核弹头小型化 以适应导弹的规格 研制可以经受重返大气层的弹头 以及制作一个 使用固态燃料的导弹发动机 上周六 朝鲜从潜艇上成功试射了一枚弹道导弹 联合国安理会立即谴责了这一举动 美国之一 VOA卫视报道 总部设在美国加州的苹果公司 是世界上盈利最高的公司 13年来 iPhone的销量首次下降 这导致苹果公司的股价出现了下滑 苹果公司的首席执席官库克 将iPhone的销量减少的原因 归结于中国的经济面临困难 不过经济分析人士认为 还有其他的因素 这其中包括了智能手机市场 日趋饱和 以及缺乏新产品等等 目前在全世界有20多亿人口 拥有智能手机 而其中有将近五分之一 都是使用iPhone 美国当局在纽约抓捕了 一百多名的帮派分子嫌疑人 有关官员说 这是纽约市历史上 最大的一次扫黑行动 我们来看看VOA卫视的新闻报道 当局星期三进行了几次突击搜捕行动 激押了这些嫌疑人 这些帮派成员不属于我们的街道 他们属于恰恰是他们要去的地方 联邦监狱 在那里他们要待好多年 身边没有他们的哥们 附近没有他们的家人 再也不能任意在自己长大的社区制造恐怖了 检察官指控这些帮派成员犯有敲诈勒索 和涉及毒品及枪支的罪名 VOA卫视为您报道 继续我们再来看看一连串与美国总统大选相关的消息 美国共和党总统参选人 对民主党的竞选对手希拉里·柯林顿发起了攻势 批评她靠着打妇女牌 希望能够成为美国的第一位女总统 我们来看看美国之音记者布朗所做的采访报道 在一次竞选活动中 川普提起克林顿毫不客气 心术不正的希拉里·柯林顿顶嘴说 我不喜欢托拉德·川普的调门 我调门怎么了 他叫喊了一夜读电视提词器的提词 他可曾不用提词器发表过一次演说吗 我要说他那天晚上赢了 我很高兴他赢了 各位知道跟桑德斯相比 我其实想击败的是他 川普在本星期早些时候还发起了一次跟性别有关的口图攻击 他说假如希拉里·柯林顿是个男人 他的得票率只能是5%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 柯林顿回应道 假如为妇女医疗保健而奋斗 为带新产假而奋斗 为男女同工同酬而奋斗 就是打妇女牌 那就让我来吧 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假如在11月总统大选中 柯林顿和川普对阵竞选总统 柯林顿对川普有9%的优势 星期四夜间 在加利福尼亚州南部举行历次竞选活动中 川普的支持者和反对者发生冲突 一辆警车车窗被打碎 好几个人受伤 后来人群得到控制 下个星期二 在中西部保守的印第安那州 还要举行重要的共和党和民主党的初选 美国之音记者布朗 华盛顿报道 随着美国大选的白热化 许多中国观众可能都想知道 如果川普当选总统的话 他会对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呢 我们来看看记者丽雅所作的报道 此前从未全面阐述过其外交政策目标的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 4月27号在华盛顿五月花酒店 发表了历时38分钟的外交政策演讲 在这次演讲中 川普五次提到中国 首先他对奥巴马总统的对华政策 提出批评 我们的总统允许中国继续对美国的就业和财富 进行经济上的攻击 拒绝实施贸易协议 以及对中国施加必要的压力来掌控朝鲜 我们拥有对中国施加的杠杆 经济上的力量 人们不理解这一点 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经济力量来控制中国 让他们做他们必须对朝鲜做的事情 朝鲜目前完全失控 奥巴马甚至允许中国通过网络袭击 来盗取政府秘密 以及对美国和我们的公司 进行工业间谍活动 我们让我们的对手和挑战者认为 他们做什么都可以没有后果 他们这样做 而且是在肆意而为 川普在提出美国必须重振 美国军方与经济的情况下 提到俄罗斯和中国正在快速扩充军备 他并且批评说 在美国遭受基地组织恐怖袭击的90年代 美国政府却耗费更多的精力 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不过川普并不主张 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成敌对的关系 我们希望和平的生活 并且与俄罗斯和中国发展友谊 我们跟这两个国家存在严重的分歧 我们必须要睁开眼睛对待他们 但是我们并不注定是对手 我们应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上 寻求共同点 川普甚至认为 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 是给美国创造一个更繁荣时代的重要一步 而获得中国的尊重是重要的一环 中国尊重力量 但是让他们在经济上占我的便宜 他们正在前所未有的这样做 我们正在失去所有他们的尊重 我们与中国有庞大的贸易逆差 我们必须尽快找到办法来平衡这个逆差 一个强大而又明智的美国 是一个中国将会成为我们更好的朋友的美国 川普举例说 中国人目前在南中国海的所作所为 表明他们对这个国家和奥巴马总统 没有任何尊重 他说我们可以都得益 但是必要的话 我们也可以分道扬镳 VOA卫视利亚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新当选总统将要在明年的一月份宣誓就职 防务专家说 新的行政当局必须要面对日益强大的中国 并且要加强美国在东亚的驻军 我们来看看记者李宝所作的报道 美国总统大选的初选程序已经过半 目前纽约商人川普和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 分别在共和党和民主党初选中领先 在华盛顿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和美国陆军学院金三联合举行的一场讨论会上 前国家安全委员会战略策划部主任肖恩布雷姆利说 无论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继续执政 美国都会强化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 我不认为这是一个会引起大辩论的议题 我们在亚太地区的立场会更加坚定 我想下一任国防部长 不管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 都会审视我们在海外的军事部署 一些美军将领视俄罗斯为目前最大的威胁 但是曾经在五角大楼担任国防政策特别顾问的布雷姆利认为 在未来中远期 中国才是美国最大的安全挑战 当我展示久远的未来 也就是2030 40和50年代 我更加担忧与中国这样的国家之间的军事竞争 比起俄罗斯 中国的经济成长相对来说 更能继续下去 总统大选共和党初选领先者川普 星期三在华盛顿发表外交政策演说时说 美国需要以军事实力和经济互惠为基础 跟中国打交道 并不排除会跟中国决裂 一个强大和智慧的美国才能够争取到一个更加友好的中国 起码比现在好 你看看中国在南中国海所作所为 它不应该那么做 这是对我们国家和现任总统的不尊重 我们可以互利互惠 也可以分到扬镳 如果有必要 那就让它发声好了 同一天 现任国防部长卡特在国会表示 俄罗斯和中国是美国最紧迫的竞争对手 美军必须做好准备 以击败任何胆敢发动战争的高端对手 美国之音记者李宝 华盛顿报道 被称为十年浩劫的中国文化大革命 结束已经40年了 不过有专家却说 文革的手段和逻辑 在现任的中共领导人身上是依然可见 我们来看看记者叶凡在华盛顿的报道 1966年5月16号 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 正式发动文革 给中国带来会面性冲击 文革致死的人数 至今没有一个正式统计数字 一些学者的研究结果 从几百万到几千万不等 海外专家统计 文革开始后短短三个月 仅在北京就有上千人被迫害致死 到九月底仅北京一地就有1700多人被殴打致死 其中有教授也有普通人 还有很多人被称作反革命遭到虐待 香港大学人文学教授冯克对这场动乱 做了深入研究 并推出新书文化大革命1962到1976 一部人民的历史 他说毛泽东为了巩固政权 早在1962年就开始打击一击 1966年发动文革 鼓动全民造反 政治动乱 全国各地武斗 经济几乎崩溃 教育系统遭到会面性冲击 毛泽东后的中共领导人中 包括习近平在内 很多人都是文革受害者 习近平的父亲 前中共高官习仲勋被打倒 习近平被嘲笑是黑帮子女 他的姐姐习和平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 可是专家指出 他们虽然在文革中受到迫害 可是也接受了权力斗争的洗礼 他有一种庆幸之感 他为自己能活下来就感到庆幸 感到是一种胜利 同时他潜意识中学会了 那些施暴者的那套办法和手段 他将来要整治别人的时候 也同样会重复那样一些暴虐的手段 夏业良曾经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担任教授 因为提倡民主改革而被解聘 现任华府智库家图研究所访问学者 你看他上任这三年来 搞个人崇拜 搞这个很多方面的宣传 已经是在很多程度上 已经接近文革那种程度 但是我相信今天的人 不太容易像那时候容易受蒙蔽了 文革1976年10月结束至今40年来 在中国一直是一个半禁忌的话题 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曾在1980年代做出决议 彻底否认文革 以此来肯定打倒四人帮后的权力交替 可是当局禁止对文革进行独立研究 习近平上台后又明确提出 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 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 冯克说文革的结果是老百姓打破了毛泽东思想的禁锢 要求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 而这正是中共最害怕的 文革导致中共对自己人民充满恐惧 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镇压人民的政治诉求 1989年邓小平派坦克上天安门广场镇压民主示威 这场大屠杀显示了中共残酷的政权和铁硬的决心 发出的信息是绝对不要质疑一党专制 专家指出毛泽东强调强权和阶级斗争 在思想上给人民洗脑 精神毒素影响了几代人 令人担忧的是 直到现在这种影响还没有消失 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医疗方面的消息 科学家正在研究重建功能完善器官的能力 并且在替换肌肉和其他组织方面取得巨大进步 我们来看看记者普蒂奇所作的报道 尼古拉斯·克拉克又能跳起来了 尽管他在一场重大事故中 失去了左小腿很大一部分肌肉 不仅是失去了肌肉 我还失去了那条腿的神经 血管和其他组织 因此那确实限制了任何活动 他损失的肌肉的大部分已经重新长了回来 多亏了匹兹堡大学医疗中心进行的创新疗法 从猪的身上提取组织 然后去除上面任何动物细胞的踪迹 最后留下来的被称为细胞外机制 细胞外机制上有很多信号分子 这些分子控制着我们身体里的很多事情 例如他们控制着组织的生长 他们控制着受伤后发生的那些过程 当我们因为受伤或疾病而移失组织 细胞外机制也一并移失了 所以新的组织没有再生的路线图 这正是猪的机制所提供的 机制是否来自于人类似乎并不重要 组成细胞外机制的成分或分子 对这些过程来说 很显然具有根本性的重要意义 它们在进化中被高度保留下来 所以我们人类体内的这些分子 在一定程度上与猪 老鼠 也可能与恐龙体内的十分相似 都经历了进化 事实上动物组织比从捐赠者那儿 获取的人类组织要更好 因为前者不会传播人类疾病 并且便于获取 机制疗法已被证明 获得成功的一个领域 是治疗因为罹患癌症或受伤 而切除了食道的患者 我们得以去除病患食道里的所有癌细胞 在体内将这种机制材料像墙纸一样铺成食道 然后组织就能重生出新的健康的食道 目前为止 我们还没有发现癌症复发 相比较干细胞疗法 这种方法要便宜很多 机制有不同的大小和形状 水合的或是脱水的 可以从专业实验室订购 科学家说 下一个艰巨挑战是基于同样的原则 设计一个完整的器官 例如肝脏或肾脏 目前他们表示 效果非常令人鼓舞 美国之音普利奇 华盛顿报道 大家好 欢迎来到OMG 我是白杰 我们今天一起来看看 我们的新浪微博上粉丝 魏同M 想学的话题就是 Pick up lines 和别人搭讪的话 如果你们是学生 你可以问 Do you go here? Do you go here? Do you go here? 你在这里上学吗? 然后你可以问 What are you studyin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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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什么专业的? Yeah, I go here I'm studying biology How about you? 对,我在这里上学 我学生物 你呢? 然后就可以继续 讨论你的爱好什么的 你走之前就可以说 Maybe we could meet up at the library sometime I'm always looking for a new study buddy 也许我们哪天在图书馆 可以一起学习 我在找可以一起读书的人 如果你们在外边的任何地方 就可以问 What brings you her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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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就是比较高兴地说 What brings you here? 你来这儿干嘛 I'm meeting a couple friends here for food Before we go dancing 我来和几个朋友一起吃饭 然后要去跳舞 And then continue talking Maybe ask some more about the dancing plan 也可以问几个关于他们跳舞计划的问题 你走之前就可以说 Do you want to get coffee sometime? 有空跟我喝咖啡,好吗? Sure 好啊 OK, what's your reach at? 我们加微信吧 好,请评论告诉我 How would you start a conversation With a few of these very useful pickup lines OK,拜拜 好,以上就是今天星期五晚上的VOA 卫视新闻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或看法 我们欢迎您发送电邮来 地址是VOA新闻atgmail.com 也请您不要走开 继续收看稍后您新主持的焦点对话 纽约动物园迎来了25年来的 第一只非洲狮宝宝 节目最后呢 我们就带您一块去看看 也祝您有个愉快的周末 我们下次再会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